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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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悦 走在路上 远远就看到了 一个女孩在那儿抽烟 有一点点年龄 不小心她也看到我了 马上把脸转过去 就冲着墙在那儿抽烟 我觉得她 这种心情啊 她是不情愿 在面对墙来吸烟的 可是她必须要这样 为什么 因为看到我了 他们认为我是管 管这个人吸烟不吸烟的 其实我本身是受害者 我自己吸烟 造成了我自己的这个 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心脏病等等 那我过去到我旁边 我说小姐 没有关系 你洗烟 你不要见了我 你就躲过去 太不好意思了 我说啊 我只是告诉你 抽烟真的有害 你知不知道 孙叔叔现在干什么吗 我要到福建中心 我要去福建 我要去排谈 因为我自己的肺 没有功能 我必须要做这个 我是用这种态度 来面对这女孩 我说我告诉你 希望这是你最后的一支烟 但是你有权力 你可以照样吸下去 你也可以不听我的话 但是我是出于爱心 来帮助你 有一天发现 几位这个大厦的管理员呢 在一起 在那儿 抽着烟聊天 看着这样真的很难过 后来又过一天 我就跟其中的一位就讲 我说记住了 你们可以聊聊天 看一看左右 但是你别忘了一件事情 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健康 要自己负责 别人没办法帮助你 记住了 千万不要再说 你有机会 告诉他们机会 抽烟确实有害 不管是抽烟吸烟的 自己还会造成了二手烟 三手烟等等等等 我怎么就是说了 说完以后 后来另外一位管理员 就过来悄悄想 孙叔 我现在想办法 我解烟 我知道你的好心 我也知道你受到烟害 我也怕 将来是受的 也是这样的烟害 我一定想慢慢借 好了 这就是尽责 你为你自己的健康负责 你必然将来就不会受害 你为你自己的健康想的话 你的家人也就会 比较不会受害 就是这样子 我去调查 我去废负责 你去废责 你去废责 你去废责